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2年5月29日 星期日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今早起床有些陽光 兼車有點熱 各位老友記者多加留意 一時下雨 一時很熱 首先先討論昨晚有五個人無數安心被罰5000元 說明下星期第三階段過後嚴厲巡邏和執法 各位老友記者要多加小心 另邊雙就是南貴方酒吧疑似爆發疫情 昨晚南貴方的情況如何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跟進 另邊雙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五位女子去到觀塘派對房間 無數安心出行 各被罰5000元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五名女子因為無數安心出行 租到定額罰款5000元 觀塘警區雜項調查隊人員 在昨天5月28日晚上10時 突擊搜查區內多間派對房間 行動中五名年齡介乎24至27歲的本地女子 因為未有素描安心出行二維碼 會嚴厲巡查 看看各個地方使用疫苗通行證的情況 到其時都可以估計到各大餐廳 要用疫苗通行證的地方 會有一些巡邏的團隊 有機會祝大家 又沒有用到這個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證 若然大家有甚麼錯誤的話 隨時有機會罰5000元 所以各位老友記者多加留意這段時間 小心點 盡量要記得掃那個安心出行 又要反掃那個疫苗通行證 真是很規範 何時才會取消這個政策 另一邊商我們一起看看蘭桂坊的情況 因昨晚蘭桂坊有一間酒吧爆發疫情 情況如何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蘭桂坊的人流不減 多間酒吧幾近爆滿 市民說沒得擔心那麼多 困了那麼久也忍不住 報導的來聞是 中環得己立街酒吧Center 11位互不相識的顧客染疫 源頭未明 有位於酒吧所在的 蘭桂坊加州大廈附近的餐廳表示 部分食客因為擔心疫情 徐少如 直言事件對生意有影響 雖然昨晚5月28日周末 蘭桂坊的人流未有大減 但有本來打算行逛 感受氣氛的市民 聽到酒吧爆疫的消息 隨即掉頭離開 就說都很害怕 這裡那麼多人 不過也有市民無懼疫情 在今晚突然來到酒吧消遣 就說沒得擔心那麼多 困了那麼久也忍不住 周末晚上約磨9點的蘭桂坊人流不減 多間的酒吧幾近爆門 而門外也有市民聚集 市民洪先生和朋友一起來到蘭桂坊的酒吧喝酒 他直言對上一次去酒吧已經是去年 就說沒得擔心那麼多 困了那麼久也忍不住 今晚特意過來 至於會不會更加小心防疫 他只會使用皺精消毒雙手 到太多人擠迫的時間或者會離開 而且已經打了三針 就說好像運動場那樣脫口罩 沒得避 不過也有市民坦然擔心疫情 立即掉頭走 李小姐和張小姐指 原本打算飯後 就到蘭桂坊行框感受氣氛 二人就指沒有留意到有酒吧爆發疫情的新聞 記者告知過後直言都很害怕 這裡那麼多人 二人就立即轉頭離開蘭桂坊的範圍 不過張小姐指 雖然有爆疫的消息 不過仍然會繼續往酒吧消遣 會選擇到較少人的地方 有位於加州大廈附近的餐廳經理指 酒吧爆疫的消息對生意亦有影響 就說有些人都害怕 有一兩張桌子打來取消 對業界來說一定有擔心 他強調 他的餐廳一直做了防疫措施 員工亦有每天做快測 位於蘭桂坊酒吧的AKJ10負責人簡先生認為 相關消息對生意影響不大 亦暫時未有客人取消預約 相信做好防疫措施就可以 他舉例指現在顧客進入酒吧前 必須使用疫苗通行證和安心出行 而且食肆亦出現了不少群組 就說其實都是一樣 簡先生強調現在員工每天都會做快測 開門前都會做消毒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政府在收緊酒吧營業的要求 他相信政府會因應現在的疫情走勢而決定 他就說 酒吧多了這11天 那就叫大型爆發 食肆群組都可以傳到其他地方 簡先生有指同業是全部守規矩 他就說都不夠膽違規 捉到一停就停14天 又不能做生意 也沒有什麼好處 同各位網友跟進過蘭桂坊的最新情況 儘管有間酒吧爆發 疫情多達11人 互不相識的情況下 中招 但仍然霧減 蘭桂坊 有些朋友都說 困了那麼久 頂不住 要去喝酒 要去酒吧 而酒吧的負責人就擔心 若然政府又收緊 一停就停14天 當然每次都是找酒吧來開到 若然第六波疫情 壓殺到 第一間停業的往往都是酒吧 這個已經是成為了過去幾波 疫情慣常的做法 怎樣說都好 希望疫情就不會爆發 最好就點到即止 大家都要謹慎 而且酒吧繼續可以做生意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跟進另一宗社區消息 有關倫常悲劇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水邊圍村 沒有男子笑嘆 一歲兒子 是宋怨不治 報道的內文是 元朗水邊圍村 康水流一個單位發生倫常慘案 昨晚9點多警方接獲一位男子的報案 指他的妻子 和若母一歲大的兒子 在屋內笑嘆 兩人昏迷不省 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銅陷昏迷的母子送往博愛醫院搶救 可惜兒子經搶救過後 證實不治 警方將案件 改列是謀殺和企圖自殺案 消息指 報案人夫婦 若有一名一歲的兒子 妻子是家庭主婦 兒子因為病患 需要定期接受物理治療 在昨天上五百點多 丈夫離開家前 見妻兒無異樣 所以不以為矣 直到晚上回到家 就看到妻兒 昏迷睡床之上 床邊放有一盤燒過的炭灰 大驚報警 據悉警方到場 在睡房檢獲遺書 內容大意提到 因為兒子的病倍感壓力 疑似有人不堪壓力 攬子來燒炭 聽到也令人搖頭探飾 希望死者安息 事件的來龍去脈 仍然有待調查 丈夫發現 妻子本來沒有異樣 不知為何壓力突然爆煲 看來其實壓力這件事 真的要說出來才行 而且要找適當的人去幫忙 例如社工 一些社會資源等等 而這件案的情況如何 還要有待跟進 來到節目尾聲曠仔 為各位網友報導 最新一節天氣 天氣概況高空反氣旋 正逐漸覆蓋華南 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為 元朗地區帶來驟雨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 大致天情及炎熱 但早上有一兩陣驟雨 吹和換偏南風 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 也有幾陣驟雨 今天是5月29日 星期日 氣溫介乎27度到32度 下雨之數是低的 最高32度 各位老友記要多加留意多點喝水 況且拍完一節片 喉嚨都沙了 經常都是這樣 要繼續喝很多水 各位老友記多加留意天氣情況 及自己身體的情況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 邝仔的老友記 要繼續緊貼下星期二 疫苗通行證第3階段 希望到時 不要有太多市民被罰錢 即是忘記了數安心 又或者未夠三針 那張證失效 現在保守估計 數十萬人的數字 比較驚人 即是未齊第3針 我們會繼續密切跟進 我是邝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好嗎? 先來